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三妹夫妇楼顶菜园 现在看到我打开这桶的是红糖酵母菌原液 打开来放气,发酵了两天了 旁边这桶的话是红糖胶菌溶液 这两款发酵液的话平时是经常用得到的种植 那现在分享一下两款发酵液的制作方法 我用的是这个桃米水加热来代替这个清水 加热到60度左右 因为现在室外的温度是20度 那我就把一半的桃米水加热到60度左右 然后再加入一半凉的这个桃米水 加入这个是整个一桶大概是20斤 把这个温度调到30度左右 30度是最适合酵母发酵的温度 现在加入这个干酵母 加入20克 20斤加入20克的这个酵母菌 把这个酵母菌把它溶解到这个桃米水里边 那再加入这个红糖 我用的是糖米 效果也是一样的 红糖 水 叫母亲红糖的比例 水的比例大概是50比1 再比20红糖 也就是说大概是50比20这样子红糖跟这个水跟红糖的比例 所以我20斤的话大概放两斤的这个红糖 也就可以了 没有盐太严格 反正你放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关系 那就让这个酵母菌呢 有一个红糖作为一个养料嘛 发酵就给我快 一般两周主要就发酵好 发酵好的话 它表面有一层白色的膜 发酵完成 发酵每期间的话 一般两天定期要打开这个瓶盖来放一下去 避免出现炸开这个瓶盖的这个情况 那发酵好的这个红糖 酵母菌溶液呢 用来淋这个果酥能够饱花饱果 还有能够撞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们楼顶菜园经常用得到 特别是在冬天 没有很多的养贵水来淋菜情况下 然后第二款呢 是桃米水淹菌溶液的发酵方法 同样呢 我先倒一半桶的桃米水 再加入淹菌 半桶的话就十斤 整桶是二十斤 加入大概十克的这个 盐堆肥菌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同样加入这个红糖 我用的也同样是糖蜜 因为我买了一桶十八斤的糖蜜 专门用来发酵用的 那发酵这个红糖盐菌溶液的话 你可以发酵好了 可以直接用来淋果酥 兑水来淋果酥也行 或者是你发酵好 这个淹菌原液的话 用来那个制作那个农家肥的时候 作为发酵菌来用 是比直接用这个堆肥菌 效果会好很多的 那朋友们对这两款发酵菌液 还有什么疑问和看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器交流分享 如果觉得三妹的分享不错 记得点赞和关注 那这两款发酵菌溶液 制作方法也比较容易 朋友们不妨按照这个方法来试一试